Mate X3真就是中年已婚男的那台梦中情机 这机器现在相当紧俏 能拿到呢还得感谢观众的一位大哥 当时老哥给我发消息 说要寄一个能帮我改善夫妻生活质量的产品 我说我不需要 老哥说呢你真需要 我说行吧虽然我确实不需要但你寄吧 说到一看很惊喜 就是这台一级难求的Mate X3 里面呢还有老哥在北京派的花花草草 感谢这位观众大哥 借过来实际用了一周 我想说呢果然还是男人最懂男人 这手机卖的这么好确实是有它的原因 大朋友们请坐 好看的小小弟小伙伴请坐 我是林一 今天呢咱们落点男性话题 讲讲这台已婚男士的白月光 华为Mate X3 这手机的外观设计是有点东西的 我老婆从来不关注手机新品 但Mate X3到了之后呢 她比我兴奋 参加同事聚会特意提醒我别忘了带手机 一晚上看了八次时间 啪一下打开啪一下盒上 我说这手机你不翻开 它时间也能看呢 不行啊就得展开了看 不过说回说 能满足一下老婆的小小虚荣 我对这手机的好感当然还是往上走 这不就把已婚男性的心态给拿据住了吗 不过我觉得Mate X3能掀起这轮销售广潮 还是因为它触碰到了中年男人内心的柔软角落 女性为什么喜欢呢 我没有发言权 但男性这边 这就是我的亲身体验了 正如那位北京大哥所说 这就是个能让夫妻家庭生活和谐美满的毕业记性 首先呢 这个机器让我有更多时间陪我的女儿了 我一直是很注重捍卫我的个人时间的 工作算个啥 男人至死是少年 那能为无头米遮腰吗 能 女儿出生之后 经济压力蹭了一下就上来了 我的工作生活平衡被干得一地细碎 我的收入来源呢 主要是给甲方做AI项目和咨询 AI这个新技术呢 是一个特别容易让甲方发挥想象力的东西 而且他们经常是一开始像个人似的 做着做着项目出效果 就开始给你添马星空 当年遇到这种甲方呢 我都直接就是爷爷我不做了 但女儿出生之后呢 我就懂得了谦逊 都是爸爸您给我点时间 我看看还能不能提升一下 相应的呢也就越来越免不了把工作带回家里 等到我在叔叔前面把事情做完 老婆已经抱着女儿睡了 因为怕打扰我 连句晚安都没机会说 本可以看着女儿蹦蹦跳跳 听她叫爸爸的一个晚上的 就那么一声不响的 从我的生命里被抹掉了 我做了很多尝试来改善这个情况 比如说呢 把模型攻坚之类的复杂工作 在白天做好 晚上只做一些资料的阅读和代码的小修小鼓 这样晚上呢 我就可以拿个平板 一边陪老婆孩子 一边推进项目 但这就有个很细节的问题 真正带过孩子男同胞 我一说应该都能瞄懂 就是乱 有孩子之后呢 家里东西乱 事情也乱 我家现在啊 到处不是女儿的尿布奶瓶就是玩具 很难找到一块距离合适 能舒服服摆我的平板的地方 所以大部分时候呢 平板都得端在手上 端久了呢 就很不舒服 这时候有的异气风发的小小弟 就要笑我们这些老哥哥矫情了 还真不是 你可以试试端着平板打一个小时游戏 和读一个小时论文 那疲劳感绝对是不一样的 再一个就是家里有了孩子之后呢 事情也会砸乱很多 要帮女儿准备饭菜 找玩具 女儿自己呢 也是一会儿出留一个地方 经常是没过多久 就发现平板已经不在自己手上了 思路呢 也彻底断了 所以一个又一个晚上 往往最后呢 还是发现自己又拿着平板做回树桌了 Mate X3以来 问题呢终于解决了 首要的原因呢 还不是它轻 而是它扛摔 绝对平呢有很多 但敢一边带女儿一边用的 还真就得是X3 实际上刚拿到的时候呢 我也不敢随便拿着就用 这么轻的一个机器 我是真怕给人家摔坏了 反倒是大哥跟我说 这机器挺扛摔的 让我多摔几下增加节目效果 但我还是不好意思 只有有天我做菜的时候呢 女儿一喊我 一着急 真就把手机给碰掉了 我当时心里就咯噔了一下 结果捡起来一看 哎还真没事 我家除了厨房和卫生间 都铺了地毯 砸地板上都没事 这我就终于敢放开用了 用上之后呢 我就觉得这机器真的太轻了 展开之后拿手上 就像是举着一张硬质棒 轻松了太多 陪女儿的时候 起来给她拿玩具 抱着她换个地方玩 我直接把X3折起来 往兜里一穿 女儿一边玩呢 一边还能看我工作 我还能顺手教她几个英文单词 学学拍档语法 这不就亲子关系就来了吗 而且在X3上工作 我也没牺牲太多效率 华为的分屏功能和应用窗口化 做得非常好 我可以一左一右 开两个应用同时操作 一边看一边写 左右来回复制粘贴 有需要的时候呢 还可以加第三个小窗口 还有一整个编栏 可以中转这些应用 如果是复制图片和文字 还有文件中转站可以用 多任务一直就是华为手机的强项 和X3一结合 就真正让这块大屏幕 做到了物尽其用 然后就有机器的大哥呢 说这手机看股票也很爽 我没有盯盘的习惯 但我试了一下 发现此言不虚 应该也是狠出中年男性的一个点 聊完了工作 咱们再聊点有意思吧 回家工作呢 是一种无奈 回家休闲 这才是家的阵地 我不只是做视频 看视频 也是我的一大爱好 现在数版的视频 越来越多了 X3这块方方正正的屏幕 在横版和数版视频切换的时候 不用转手机屏幕 刷视频刷得非常舒服 然后这还藏着一个很小 但直击每位已婚男人 心灵深处的关键细节 就是X3呢 是可以竖着玩游戏的 兄弟们一下子没反应过来 不要紧 咱们细说 我不知道这一点 是不是全国统一的 反正我老婆有个天赋 就是他一看到我在玩游戏 就百分百能在十秒内 给我找件事做 所以结婚之后 我就开始玩手游了 因为手机屏幕对着我自己 他不知道我在干啥 但很快 他就把机能点点上来了 他一看我手机横过来了 就马上能猜到 我是在给心灵放假 就马上知道 应该喊我干活了 所以我后来呢 也不能说体验比较差吧 只能说干脆别玩了算了 但Mate X3展开之后呢 可以给游戏开一个窗口模式 这样呢 就可以竖着手机 玩横平的游戏 我不知道谁做的这个设计啊 你们就是我 一父一母的好哥和亲姐姐 如果想让游戏画面再大点 还可以直接上下分屏 这就更绝了 我甚至可以在同一块屏幕上 一边看公立视频 一边玩 然后我老婆开门一看 还以为我是在写材料 都不好意思麻烦我 这时候呢 我就说一句 没事啊 我这块呢 这要四六点卡 有什么家务就我来吧 然后把游戏网上一滑 手机一折 在老婆欣赏的目光里 深藏风云 真的 这个设计 我觉得值一个诺贝尔和平奖 到这呢 咱们从体验上 唠唠唠Mate X3的销量密码 再来点技术干货 说到大哥这台机器的同一轴 华为办了一场科技解读沟通会 我当时呢 直接带着Mate X3去听讲座 再有牌面 再次谢谢大哥 在这场科技分享会上 我也学到了很多东西 这台已婚男性的梦中情机背后 真的是离不开工程师们的 不懈努力 和立体化多层次的技术创新 为什么说是立体化呢 比如说这台手机的轻 我们都知道肯定是不断优化 一颗一颗抠出来的 这呢 就涉及结构工程师 材料工程师 甚至还有软件工程师 结构工程师和材料工程师的角色 比较好理解 比如咱们看Mate X3的Type-C接口 它这个口本身 就比别的机器要小上一圈 上下空间减小的就更明显 为了实现这个极致的厚度压缩 华为工程师们 重新设计了这个通用接口的结构 把受力结构和中化融合 让防水结构和蛇芯一体化 同样的接口 不同的结构 也就做出来了不同的厚度 这下真成华为口了 然后材料创新 也是这次Mate X3 缩减重量的一个重要途径 不锈钢和钛合金的强度高 但是重量也大 铝合金和北合金倒是轻 但是不扛摔 做出来之后 有挖腰带的大哥们呢 不敢放开用 所以华为的工程师 干脆开发了一种 叫做金刚铝的新材料 盖法子的钢机混凝土 大家肯定都知道 金刚铝的原理呢 就和它差不多了 往铝合金里面 掺高强度的微纳米基颗粒 这就成了一种全新的 又轻又耐帅的复合材料 光是一个电池舱 就减掉了5.4克的重量 不过除了结构和材料工程师 为什么还需要软件工程师呢 精简结构更换材料之后 机器的强度到底够不够 过去呢要先模拟 再把机器造出来 造出来之后 发现模拟结果有问题 实际机器强度不够 还要再重新反攻 一个结构修改 一两个月就过去了 作为华为的技术团队呢 就自己搞了一套 模拟仿真系统 不仅能更快出结果 结果的准确度也上去了 反攻的次数大大减少 这就是一个根本性的效率提升 不仅仅是一个Mate X3 未来的XS3 X4都可能在结构设计上 带来更让人惊艳的新方案 像这样沉下心来做基础技术 它的叠加效应是不容小视的 Mate X3扛摔的外品 就是把纸板机积累的 昆仑波里拿得过来 内品抗冲击 越强则强 越柔则柔的 非牛顿流体设计 包括前面咱们讲的 超薄设计的Type-C接口 和金刚铝材料 也会继续应用到 未来的折对屏产品线 Mate X3这台 已婚男人的白月光 并不是中店 拥有技术沉淀的华文 一定还会为养家的大哥们 带来更多惊喜 而低调的老哥们 也会继续让市场 看到什么叫做 沉默的购买地 华为工程师们的努力 让Mate X3 成为了一台居家老哥们 用着不累 又可以放心大胆的 在老婆孩子身边 折腾的便携大屏设备 把赚钱养家的大哥们 从书桌解放 送回到了老婆孩子身边 都说男人消费能力不如狗 但为了多陪伴家人 大哥们一定会告诉市场 什么叫社会中间力量 这就是我从自己的视角 对这轮Mate X3 热销现象的一个分析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生活分享 可以点个赞 点个关注 我会很骄傲地 给我的女儿看 未来我也会多分享 分享我的生活趣事 其实家庭生活 都是累并快乐的 小小弟小小妹 你们千万别让我 长得恐慌恐欲了 累是小的 快乐才是大的 行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 有啥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聊聊 我是林毅 咱们还是下个视频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